谢谢主席还有各位学者专家各位委员 很感谢今天各位学者专家的力临 你们对于我们今天公厅会的贡献 将有助于政府对于前瞻基础建设的执行 让它更尽完备 那无论是正面的支持或者是反对的意见 我相信都是一种督促的力量 那非常感谢 我今天特别要发言主要是因为 因为在上个会期我一直很努力的协助我们电业法 能够在上个会期一定抢时间要通过 因为我本期是相当觉得说电业法的修订 让绿电全面的自由化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除了是非和家园之外 我想台湾在于节能减碳 应对这个气候变迁所需要做的生态上面的努力 也确实是刻不容缓 那尤其是以我来自于高雄的名义代表 我非常的知道 以高雄过去被布局的这种产业模式 使得高雄在各种污染 尤其是空气环境污染上面所负担的代价 导致于说新的投资如果要进来 我们如果没有在减量的部分 空污减量的部分或者是其他各种环境污染的减量的部分 可以相互抵用 一定要有所减量 我们才能够有新的投资可以进来 我们所面对的这种困境之下 更让我觉得绿能产业的自由化 全面的推动跟加速我们的绿能的这种能源的转型 对于像我们这种苦难跟悲情的城市来讲 我们的产业转型 它的前提就是我们的能源必须转型 那我们的产业的转型也才有机会 否则新的产业要布局到高雄 就会面临很大的阻碍 所以因为这个样子 本席认为说电业法在上个会期通过 是此期时也再也不能等 我们觉得一个月一天都不要等 那其中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想 是本席其实一直非常向往 德国的能源民主化的这种绿能的发展的模式 德国发展出来的能源民主化的绿能模式 跟日本是不一样的 而以德国这种能源民主化的绿能模式 发展出来以后 除了说它是一个结合了减碳生态 产业观光等等的一种转型以外 我觉得是人民生活方式的一种重大的转型 重大的改变 那许许多多的社区或者是城市 他们整合进来这个能源民主化的系统当中的时候 他们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有机生态的城市 而人民在这一种新的能源的生活方式之下 它发展出来的其实是一种更善未的 很珍贵的价值跟生活态度 也就是他改变了他的一种生活形态的时候 也改变了德国人在人跟土地之间的关系 相对应关系上面的一种哲学观 一种宇宙观 所以那样的一个理想深深的触动 我无论如何一定急着要让电源法在上个会期通过 那好在我们电源法通过了 绿能全面自由化了 所以有前单基础建设当中243亿 当然我们还有每一个年度的绿能的经费的公务预算 加起来以后我们要去加速推动绿能 我想对我个人而言 他的目标不只是我们2025非核之后 2025的这一个光电20GW 然后陆峰1.2GW 跟离岸峰力发电3GW的这个生硬的目标 我认为不是这个样子 而是整个台湾人民 你要不要活在一种不同的宇宙观跟哲学观之下 来善待你的土地跟改变你的生活 那这条路我觉得是要往前走的 那所以呢这一次前单基础建设 它要发展的绿能的目标当中的最后一个目标 我们看一下 要建立公众参与的机制 推动电业的改革 由中央式的大电碗转型为分散式区域性的发电 并鼓励公民电厂 这就变成是个人最关心的一个政策目标 那来检视这个政策目标 政府目前所提出来的计划 包括我们公共预算正在执行的各种盘点 跟各种可预期的计划 以及前瞻绿能建设的计划当中 本席是认为有所不足之处 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观 我要提供一个不一样的意见 来督促我们这个计划 那我们来看全栈绿能建设 现在目前我们的统计数字比较漂亮的 大概是比如说 以这个分散式的区域发电 太阳能光电的升装 是我们高雄是全台第二名 那以我们美农来讲 它的阳光社区 这样的一个建制在全台是第一所 那以我个人经常在讲的是 我们高雄的东九区 它要发展成一个绿能生态 一个慢活的国际观光都市 来讲的话 它事实上是非常适合 用能源民主化的概念 来植入我们东九区 未来的绿能布局 那我不断地在论述 跟不断地在追求 这个目标 可以有更多的共识的时候呢 那我也预计 预计要在这个礼拜 我邀请了在全球知名的德国 一个Valpottisch 这个应该叫做Valpottisch 这样的一个城市 我想它非常非常的知名 因为这个小镇 它由它的副市长 它的副市长是Gunter Moger 这样的一个副市长 它在推动这样的一个小镇 它全面发展绿能 它发展的绿能 可以让整个小镇 所有的人口都使用绿能之外 他们还能够创造 五倍的绿电去卖 换句话说 绿电是可以赚钱 除了可以创造 百分之百绿电的生活圈以外 它还可以赚钱 它可以发电到 可以是这个小社区 小镇 它们五倍的绿电 然后每一年可以创造 四百万欧元的收入 所以我们邀请了 最重要的一个灵魂的推手 那它也被各国际媒体 非常瞩目的 这位推动的推手 即将要到台湾来拜访 并且相互的交流 那目的无非就是 希望能够去推动 推动我们未来在发展绿能的时候 不要忘了 这才是一个真正理想的 一个绿电的一个发展的模式 那本席会认为说 目前的发展战略 比较缺乏这方面的思考 是在哪里呢 目前我们国家正在盘点各种 比如说我太阳光电可以布局的 所谓的农业用地 什么可以释出的农业用地 或者是我们正在发展屋顶型的太阳光电 我在发展离岸风力发电 或者是陆地的风力发电 所有的这些布局 其实都只停留在绿电的发电业的部分 也就是我只停留在一个发电 而不是像我刚刚讲的这种 能源的生态的 我发的电是我先要职工给我自己用 然后用完的绿电我才去卖 那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建制的战略 如果说我发出来的绿电 我自己没有用 我没有节电 然后我发出来的绿电 我去卖的话有诱因 所以我发出来的绿电 我自己是不会拿来用的 因为我去卖的话 是比较贵的 然后我用的是台电比较便宜的电 那如果说我们只着远在 发电业的发展战略的话 那我们刚刚讲的前瞻基础建设 能源发展目标当中的 所谓的第四款 这里所谓的 我们要分三四区域性的发电 然后要把大型的电话 转型为分三四区域性的电话 那这个目标将会遥遥无期 所以我在注意到我们前瞻基础建设的 绿能的经费的运用的时候 我发现说 这种微电网建制 那是多么的困难 好 以微电网的建制 跟以一个又一个的 微电网建制之后的 小型的社区的 在地的能源 的自给自足的 这种能源的发电体系 这种系统 如果不是我们的发展战略 我们没有去盘点 我们没有去培养这方面的技术 跟整合这方面的人才 没有盘点成 它所需要的微电网建制 相关的这个系统去发展的话 我相信那第四个目标 就没有办法达成 那这个时候 这个微电网建制 谁来做 你说我初期 我要叫业者导入 又有很多的公民的发电的业者 谁愿意导入 所以政府在一个又一个的 微电网建制的这个部分 是完全没有经费的 那我想这第四个目标 就会是遥遥无期的 这是我今天必须特别指出来的 所以我在这里看到的是 什么叫做沙伦什么科技城 沙伦什么绿能科技城 其实不对 应该是全国要一个又一个的 社区绿能生活城 应该是用这样的战略来发展 那好不容易我们有前瞻基础建设 要大力的来推动绿能的时候 我觉得战略是非常重要 因为它影响我们踏出的第一步 我们踏出的第一步 绝对不要像目前这样缺漏这一块 能源民主化在目前 我们的绿能布局当中 是遥遥无期的 我今天特别要提出这一点 谢谢